好 我们继续往下面做 这个已经注册上来了 下一个任务是什么呢 下一个任务就配IP地址呗 点它 然后那里可以看一下 他进去就就这么几个网卡 我们的0-0 这个0-0其实就是他的 第二个口子 看一下 第一个口子网管口 0-0那是他第二个口子 outside 第三个口子 inside 也就是说说对应着这个里面的 0-0outside inside 好你开始进去先配吧 好 模式就是Long 不要配那个东西 那个 Passive和ERSpan 是用来做那种IPS用的 应该叫IDS用 就是说你把流量引过来 还来分析 这种情况下用的 所以正常情况防火墙就是Long 好名字 No shutdown 可以见吗 重 哎这个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为什么会又有名字又有重呢 我先把配完我再给你解释 202.010-24 呃202.100.1.10-24 看一下一家照照着我的图配 1.10 都是点10的应该 点10.10啊 202.100.1.1010101.1.10 OK 好我来说一下 这个地方充分说明了 它是一个ASA和 它以前的说是法的一个符合体 为什么呢 这个名字 如果说你有点对ASA有了解的话 ASA的接口一定要命名 一定要命名 那这就是ASA的那个命名 LAMIF 命名 接口一定要起名字 ASA的接口不起名字不可以的 你不能用G0-0 你一定要起名字 好 然后呢就是重 安全区域 因为说是法他们拿过来的防火墙 是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OK 一个区域呢 其实可以把多个接口放到一个区域 然后在区域间做防控制 OK 所以呢 当然了我今天起的名字也是OSA的 区域也是OSA的 区域 重 区域 OK 其实一个区域呢可以放多个接口 但今天那是两个区域两个接 两个接口分别 每一个接口放到一个区域里面去 那个LAM其实就是 ASA的LAMIF 给接口起名字 然后呢把接口放到相应的区域里面去 我区域的名字呢也叫OSA的 然后呢紧接着给他配的GAP地址 然后注意这是LAMIF 注意这个没有没有模式 inside的名字 LAMIF 然后创建一个新的区域 请注意防控制是基于区域来做防控制的 而不是用名字 在这名字 在这名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然后关键是区域做防控制 10.1.1.10 干嘛24 好做完之后呢 做完之后呢 你保存一下 然后还有一波操作 你想想你出自化的话两个IP地址没完啊 还有一个默认路由对吧 默认路由你要指出去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整个网络能够访互互联网 没毛病吧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要做路由 这就是这么傻 有时候 路由 静态路由 添加一条路由 出接口是 外部接口 任意目的 网关是202.100.1.254 应该指到那个VYOS VYOS202.100.1.254 202.100.1.254 OK 好了 好再保存 好说一个最容易让新手懵逼的地方 有些人说这个保存就生效了 不是 这个保存 就是把策略保存到来 FMC 好我们又来说一下这个问题 我刚才说过 你一定要这个 这个 FTD 这个产品 也要关联到 FMC 对吧 然后呢 你刚才不就在这做策略做策略做了很多策略吗 你这个save吧 你这个save 请注意 这个save 只是把这个策略保存到这 在这 跟这边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只是把他save到了FMC上面去 仅此而已 那么怎么才能够让他去真正生效呢 怎么能够才能够把他推过去呢 就需要这个东西 DEPLOY 部署 你解 save只是存到FMC一点 用都没有 OK 那你要把他DEPLOY 过去到才有用 好 你看一下啊 他说你看不就这个设备吗 OK 然后呢 你看一下 你做了些什么样的配置 你看你是不是配了接口 OK 你是配了是不是配了接口 是不是配了 静态路由 你看其他没有 还做了一个策略 FTD 策略 就这防火墙的那个策略 好 就你看你是不是配了这些 没问题吧 好那就他 对吧 打蛋糕是吧 不属 然后呢你把这个策略部署上去 然后呢 他才能够生效 那么 这个部署吧就是一个长期被人骂和诟病的地方 第一次 会快一些 但我觉得今天 当然我的环境可能也不会很快 我觉得一分钟是必须要有的 那稍微 稍微到后面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所以说有时候我讲的 这个FARPOWER的课特别有特别有心理压力 因为万一我点错了 那就两分钟之后的事了 取消也取消不了 看今天能够多少 现在秀不了 现在一旦被FMC管理了就秀不了了 你必须在开始在部署的事要选择是自己网管的 你最好看一下我的进化论吧 那个东西里有进化论来讲 因为考试也不考来的 考试也考FMC 好这个你看部署成功了 好这才是真正生效了 怎么来去确认他呢 你部署成功了之后 你可以到这个 你可以在部署之前看一遍 根本就没有 部署成功之后呢 你可以到FTD这边来看 你可以完全是AESA的命令 show interface IP brief 是不是有点奇怪 你看IPD这有了吧 show root 你看路由就有了吧 这就是 这就是部署成功了 你部署是根本就没有的 这个时候可以拼得通 因为全局路由表现在是可以拼得通 他是用全局路由表拼的 OK刚才网管的屏幕通 因为他那个是网管的那个接口 他不是在全局路由表 好这个网络呢基本上应该就算通了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这个你看这个这个明显的通了 如果大家要查点什么文档的话 我们这个内部是可以 可以查文档的 啊 OK 好你们可以到内部来如果说一些文档 其实可以到内部来查文档 谷歌可以直接用 OK 好那这个部署就算讲完 我们一会开始进入一些攻击的部分